在座有你喜欢的人吗 亲爱的 亲爱的 说 说你自己老实交代 还是我吗 挨个排除 我先排除我自己啊 肯定不是我 也不可能是我 那就很明显了 秦主 丛容 谁呀 你这属于附加问题 我可以不谈 你 你 冯队 冯队 不真啊 还是问老大的 老大 你人也太好了吧 问 你喜欢的人 认识很久了吗 啊 对 很久很久了 不是 你这太明显了 你就直接表白就完了 哎呀 吃都咄不住你的嘴 多吃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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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 咱们喝一个喝一个 干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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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比起激动 甜蜜 心酸和痛苦 更能确认她的存在 因为喜欢着她的心太过耀眼 于是连同她 也一起被掩盖在深不见地的黑暗之中了 来 来 来 慢点 留学 小心啊 来 好好啊 可以 丛容 你没事就好 走 我带你看个东西 这 怎么了 温医生 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 我对你的定义只是同事跟邻居 这两个月我们过于亲密了 还是画清点界限比较好 你说的是 真喜欢吗 我为什么要撒谎呢 那我对你做的一切在你看来就是 那我对你做的一切在你看来就是 同事 邻居 目前 我只想顺利完成在医院的实习 至于无关的人和事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希望你理解 真正的 不过 我知道喜欢一个人的第五个阶段是什么吗 是心疼